哈囉大家 今天來聊聊大家敲碗許久的槍法 奔雷手 GoGo 影片開始前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產出更多優質影片唷 奔雷手這個名字典故出自紅花會的四當家 奔雷手文泰來 你是不是不把我奔雷手文泰來放在眼裡 當年想槍法的時候剛好在看蘇劍恩仇錄就隨手命名了 俗話說天下武功為快不破 奔雷手核心全在一個筷子 透過雙手的高速變換 營造奔雷一般的氣勢 這套奔雷手其實不是我的原創 當年我的文化學弟老蕭 在懲罰上秀了一套solo 前面的招式太過詭絕 我完全拷貝不來 只有後半段被我借來 改造成現在的奔雷手 奔雷手看似複雜 其實可以分解成四個部分 1.轉槍警接兩轉 2.繞手兩次 3.拍槍背帶後下接槍警接繞手 4.針輪接兩轉側接 詳細說明 轉槍警接兩轉 和第一集講過的劍二上肩類似 可以右手先接或是雙手同時接槍 2.繞手兩次 轉槍警兩轉 銜接繞手的地方 是這套槍法的關鍵技術 右手接槍之後要偷滑一下 讓虎口朝下 後續繞手時 槍背帶方向才是正確的 對繞手有疑惑 也可以參考第四指的 繞手技巧教學 3.拍槍背帶下接槍子接繞手 拍槍背帶其實也可以虛晃一招 只是右手拍一下之後往下伸直 可以剛好接住槍子 然後再接繞手 在換花裡面也有類似的動作 可以稱為下洗 只是抓的位置不同 4.針輪加兩轉側接 只要把這四個部分結合起來 就是完整的奔雷手了 以下提供幾個騎手式 讓大家參考 1.前轉 奔雷手可以直接從拉槍碗的位置開始 2.玻璃微雅 2.玻璃微雅 3.玻璃微雅兩轉 4. 進階山 4. 進階山 除了側接結尾 也可以嘗試接到右手轉槍的位置 銜接不同的動作 分雷手的詢問度一直很高 這次終於介紹到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讓我們一起變強吧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個讚 有任何建議或是想學的槍法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想學習更多槍法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派氣全部通知才不會錯過唷 我是幼化 我們下次見 掰掰